今天我告訴各位一個道理 你注意聽就好了 這個人經常要切你麻煩要給你害 要給你槍槍 要給你作動 我們欠他一下 你不要完蛋 你就再去賣給他點衣服 或是普通時要白白說 我呢 做這個公帝給你點衣服 共用一杯水 匯匯給你完成這支 譬如說 我要給你害 我叫做海桃 那個海桃法師要給我害 所以你就會向祖先完成這支 祖先完成這支 祖先完成這支就很高興 我告訴你 他沒在聽你的 但是祖先他要聽 祖先對他有影響力 所以你給他拜完以後 你發覺你今天天氣的功勢 他都點點笑笑 好啦 好啦 這樣又了解嗎 很簡單的道理 因為你連對 你不能萬分 萬分他就越缺越多 我不但沒有萬分你 我是對祖先很好啊 好像說你本來要打這個人 要去找他麻煩 結果你的老爸在打他 他跑去幫你老爸 他就好 讓他很快樂 你回來就完善他了 我對我老爸那麼好 這個就是 復高的方法 很好用的 絕對不是以暴制暴 是用慈悲消除暴力 這樣很簡單 那為什麼我們要共用 那 佛祖說 一個人 用一百億美金 一百億美金 去做選手 還不如 用一杯水去共用 挖 簡單說一句話 這樣聽得快 你給你兒子一百萬 還不如共用你老爸一百塊 因為老爸對我們才有運 小孩是來討責 了解嗎 所以 世教母就說 你在世間做很多選手 起百千萬球 當然也好 那有福祖後來的生天 但是福祖呢 不如共用喝一支香 共用菩薩一杯水 因為他們的精神很偉大 所以各位了解這個意思 這樣共用 我們心 心說 我也要在共用 這樣共用 那人偉大的福 你就得到世間的福祖 那是生天啊 生天 這各位 我的意思說 你在家裡要常常共用 沒有福祖也沒關係 有心比較要緊 你的觀衆一尊阿彌陀佛 地中菩薩 觀神菩薩 大媽祖 一杯水 要常常這樣做 這樣每天才會快樂 收福祖 你這些人做聖書做 做壞事 好到壞 決定你的苗文 跟宗教無關 你是拜福 拜神 天主教基督教 重點是你的行為 整個瘋狂的人 沒有說會復教的 根比較少 其他宗教的根比較多 沒有 你整個瘋狂 是按照你做的事 好到壞 輕到重去破罪 跟你的宗教不一樣 生天 不是拜神的生天 沒有道德 沒有友好 沒有可能生天 你沒有在拜神 你這個人很道德 很友好 也有生天 這個道理我們要了解 所以每一個宗教 都在放人 做仙 不能做壞 這個道理要了解 所以我們現在要念 這個酒 代酒代比亞 共用所有的佛菩薩神 共用力度重生 共用每一個王生百位 小災百位 都得到共用 包括水 天氣 土地 手也有手心 希望手心 土地說 水心 天空心 都得到共用 阿伯各位要學了 不是說你東西要多 不是要好東西 一杯水也沒關係 幾粒米也沒關係 所以以後各位你拿一碗飯 要吃飯 那你要怎麼念 來 各位念喔 大概就吃這個意思 來 供養佛 供養法 供養生 供養所有護法 供養父母祖先 冤親在主 供養一切眾生 那念完以後 你就拿一點點米飯 唸個翁阿伯或辯士座 布施到外面 然後窗戶打開樹下 灑出去 或是再加一點水 那這樣你就 一碗飯就圓滿了 上供下屎 這個叫空性 那如果各位願意再擺一個花 點個燈 那功德更大了 替他們供燈 看到極樂世界 為他們供花 斷除撐毀 修福報 供一杯水 供一杯牛奶 牛奶就幫助那些胎兒啊 小動物 這樣最好 然後就念便士咒 甘露水蒸眼就拿出去 倒在外面 清淨了石頭 甘露水 如果你有水 就點點水 如果沒有 就觀想河水 湖水 各位 如果你去過 那個 尼加拉瓜大瀑布啊 或是哪裡大瀑布 你要把它記在腦袋裡面 哇 那個大瀑布 這樣甘露啊 布施出去啊 要學會觀想 這個咒啊 特別女生 你最好背 這個咒也叫妙色陀羅尼 就是以後生生世世 你皮膚很漂亮 外表很美 叫妙色陀羅尼 因為那個孤魂野鬼 每個都被燒得黑黑的 像碳一樣 然後你如果來念這個咒 他喝的甘露水 他外表就變成像嬰兒一樣的漂亮 然後再來就聖天了 所以這個叫妙色陀羅尼 其實妙色聖如來的咒 甘露水真言 所以我們念三遍 那你就觀想點水 來 所以我還是要祈求各位 行慈悲 一點點水 七顆米 你每天都要吃飯 對不對 吃飯的一點點飯 一點點稀飯 加一點點水 然後就拿到外面的樹下 樹下 甚至你把那個寶特瓶的蓋子 留一點點 放一點點 拿出去外面更好 除了眾生可以吃那些螞蟻啊 那些小動物啊 如果你要準備得很豐盛 那當然功德更大啦 水太容易了 所以我還是要麻煩 像這個瓶子 是馬來西亞的 全世界做得最好 在馬來西亞這個 又便宜 那各位可以把咒語放在裡面 我們發給各位的咒語都不會壞的 咒語放在裡面 那所以就得到夾車 走到哪裡啊 都要布施 所以像我 別人我不會開車 別人開車我永遠都會布施的 為什麼啊 因為很需要那條路的平安啊 那邊有浮沫啊 那邊有水溝啊 因為 時時刻刻保持慈悲心 時時刻刻累積功德這個很重要 因為你慈悲心久了 憎恨心就不見了 而且這個慈悲心的功德 可以馬上布施給對方 你一直累積這個功德 所以各位你要慈悲眾生 你要有福報啊 你不能跟你兒子說爸爸愛你 爸爸沒給錢愛我什麼 愛你愛你錢要給多一點啊 對不對 你做老公的時候老婆我愛你 黃金戒指在哪裡啊 愛我愛我 拿不出來 意思說你要慈悲眾生 你要有功德力給他嘛 因為他就是沒福報的做孤魂夜鬼做出身 那菩薩所有累積的一些善根功德 都是要布施給眾生的 所以菩薩要廣積功德要積極啊 各位不要浪費時間要積極啊 任何時間不是米不是水 往阿方來講 如果你懶了被辨識之後至少往阿方 那觀音菩薩加持六道眾生得到 包括各位你洗菜的菜水 洗碗的水 都可以念翁阿方 加個辨識之後就布施給顧魂夜鬼 那土口譚經典說 念佛詞之後 土口譚都幾百個鬼來搶 因為你有在念佛的誦經 你的口水都有功德 那你這樣就時時刻刻做布施 每一種供養 供土油也可以代表水 各位我再講一遍喔 佛經說 佛前供一杯水 等於念一百億遍星咒的功德 你在佛前供一杯水 可以消除你一年吃海鮮的業障 你在佛前供一杯水 可以讓百公里內的孤魂野鬼 離開即可 所以供花供水供燈 用一個菩提心來供養 哇那個功德太大了 替所有眾生供養三寶 也齊情三寶加持 再來甘露詩詩 念個五分鐘 念完了 一天十分鐘 就可以圓滿善供下師 累積很大的資糧 也讓我們虔誠供養 慈悲下師 保持這樣子的一個動力 所以願這個世界有各位在 大家一起努力 走到哪裡 走到哪裡都要灑水 都要噴水 我在一個學校小學演講 那個校長還慈悲啊 佛教徒啊 在學校演講 但我進去就這樣 出來那個校長動不動 問我師父你在幹嘛 我說啊 我在念大悲 走藥室 走開煙火啊 乾露水 學校啊 大家都平安啊 小朋友身上啊 因為那些吃的肉啊 要超度啊 樓梯我灑多一點啊 那以後走路不會跌倒啊 這樣 所以校長 對對對那邊跌倒最多 灑多一點啊 那小朋友一下子沖啊 就這樣跌下來了 那那個地方就不吉祥了 就多灑一些吉祥水 對不對 希望各位太簡單了 但是太重要了 太慈悲了 把生活當作修行 當你洗澡的時候 當你喝水的時候 當你穿衣服的時候 都變成一種供養 也變成一種慈悲 這是佛教的意義在這裏 佛教它只是一個真理 希望這個真理引導走入你的生活 讓你的生活變成一個有意義 講到圖油 希望各位呢 如果有大眾浴室啊 你多送一些毛巾啊 肥皂啊 甚至有 我看這一次有看到很多人在拜 33冠衣啊 流汗啊 流汗啊 你能夠給他一點點水 他很吸吸手啊 或是毛巾擦擦臉啊 你有什麼好處 身身世世皮膚漂亮了不得了 塗油的意思吧 塗油就是 就是給這個最好的水 讓它消除不好的 熱啊 飢渴啊 甚至在路邊 奉茶給人家喝 像今天這種法會 下回如果有 你就買了五百瓶礦泉水 一人一瓶 再最好兩瓶 帶回家一瓶 啊 因為有法會加持過的水 給人家 譬如說你先生脾氣很不好 脾氣很不好 他就是火大 那你要供水 替他供水 你要把水給人家喝 你先生就不會有脾氣 啊 所以水有很多的功德 啊 特別在佛陀時代有個難陀 他是要美男子 為什麼叫美男子 因為他經常用水讓出家人洗澡 供養出家人洗澡 給路人洗澡 所以他變成一個美男子 所以各位走到哪裡啊 慈悲慈悲啊 我們都會身上帶一點米 紅啊紅 啊 所以這次要來就 有一些葡萄 師父你要去日本啊 我說對啊 房間很危險 還好啦 一進房間 撒兩個甘露水 放幾顆米 紅啊紅 請問房間的眾生對你好不好 哎呀沒碰到這種好人喔 這樣 他什麼都照顧你 不用鬧鐘 順勢叫你起床 因為你對他很好 你對他很好 所以各位 佛教只有教我們一個方法 你對他好 他就對你好就這麼簡單 不要怕他 越可憐了你越對他好 他就對你好 所以各位這些道理很簡單 佛法只要讓你看到真相 這沒什麼 事實上看到真相 就是你心平靜了 你就可以知道別人的真相 這很簡單 水如果清了 那個像就會顯出來 所以我們為什麼要做私食 私食就是說 你們在日本叫水子地藏 對不對 因為他在媽媽肚子裡面叫水子 那我們叫水食 水食就是萬一你生病了 你就拿一碗水放一點飯啊蜜啊 然後給他倒在外面布食這樣就好了 因為他已經找你了 那你就先給他食物 因為他們要吸你身上的氣 所以如果你身上有這些鬼的 你暈心在住 你一定氣色不好 晚上不好睡 慢慢他附著在你的哪一個器官 那你就那個器官開始生病這樣 所以各位如果你平常一直累積功德 就像我們今天做供養下施 布施水你都做 那隨時你可以把這個功德布施給他 真的有需要 那我們去跟他接緣 去對他慈悲 而且這種慈悲也可以消除你很多的病苦的問題 而且你會發財 如果你做生意 你願意在門口擺一杯水 就像我們台灣人門口 初二十六 稍稍金子銀子對不對 發財發財 點一支香 然後布施給他 你對他好 他就對你好 因為慈悲嘛 我們眼睛看不見 但是慈悲就好 還有一個很重要 你要賣一個房子 你要對土地公好 土地公 所以你要拜拜土地公 地基主你不要說 我學佛了不用拜 學佛了我們是故意三跑 但是土地公是護法神 我們感謝他 那緬甸是怎麼拜土地公呢 我覺得這也很好 我做了很多實驗都很有效果 你希望把這個房子賣出去 你就在房子前面那塊土地 用乾淨的水把土地洗乾淨